随时附近 那这个各位介绍 请大家介绍一下 火车的一些基本介绍 很短 它是地下 这个它是沙翔 那这个就是蒸汽包 它火车怎么运作的 蒸汽火车会有什么 驾驶 不直接走 人都没烫 一里头没烫 出发 出发叫做火烧 起码水烧 不要放蒸汽 蒸汽是干燥的 干燥之后 全部被收集 它来这个上面这个 我们叫做蒸汽包 蒸汽包会把蒸汽 溼通到上面这个 这个每人火灾 就会看到火灾的洞 它会把铁杆推出来 一根一根 牵着轮子 我叫铁杆 铁杆再去拉到火车 火车才会溼通 它除了这个叫沙翔 你上面火车会被刷 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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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那个沙翔的关系 跟鞋利比较关系 沙翔会不会中沙 因为火车 它需要增加 轨道 轮子直接到沙翔 只要是打沙子 就会被刷摩上系数 第一个 这一匹 沙翔摸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 它就很容易 因为那雨 里面路滑的时候 你才不会造成轮胎的动作 它有这两个动作 所以要轨身 现在火车是沙翔 沙翔 沙翔 它是最多的一张 它要的经济基础 就是那边边的 那我们现在看这场CD 05 再让火车有看到 我先做 我先看 我先看 我先看